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您现在是听着报道有意思 我是金贤 今天给大家讨问是 怪兽 怪兽训练 创办人何立安 何教练何老师 因为何博士 他是做什么呢 激励训练 来 何老师你好 大家好 先介绍何老师 他是博士 美国的春天学院是体育博士 对 也是激励和体能训练的学书 对 台湾呢 也是武化大学运动教练研究所 学书 你真的这么喜欢做重量训练吗 其实从小的时候 其实是喜欢打架 所以那时候 其实不知道重量训练是什么 所以就学跆拳道 然后后来长大 就打国术 自由博籍 所以打了很多年以后 当选手当很多年以后 开始对训练科学开始有兴趣 才发现重量训练 所以说其实重量训练算是我运动生涯里面 比较晚出现的东西 所以大概 现在回想起来 说晚大概就是什么 20出头岁的时候 所以你现在小时候 那时候玩家里就有多小怕 你就想你已经有奠定一点基础 对 所以说老师你去学习算机力 我们现在说重量训练 重训 身体又打到博士 他不是训练就好吗 为什么要念到博士 因为背后的科学背景 知识背景其实很深 其实美国大概从70年代开始把它科学化 要不然更早之前的确是 大家就是去健身房运动 重量举一举 然后技术都是口耳相传 然后或者是自己发明 不过在70年代开始慢慢的把它科学化 也就是说把里面的一些变相来研究 研究过后发现说 这里面的科学真的很像说 跟医学相反 医学在研究有问题的人体 就受伤了生病了受损了退化这些是医学 但是正常以上这叫训练学 就是正常以上怎么样把它增强 就发现说居然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可以增强 就是过去我们认为健康的人体 就是没有生病没有受伤的人体 其实现在不是 现在健康的人体就是你要往上去发展 就把它变得非常强 这才真正发挥到你天生的本能 说到训练啊天生的本能 这个何老师有点有说服到我 因为爸爸妈妈也住台中 住四站楼 然后呢 他把爸爸妈妈做这个重量训练 他说本来连走楼梯 越多会儿就 后来很多都说 我们住这会儿 不然住那一站的 都是楼梯的问题 好那你是什么样开始发现说 爸爸妈妈的肌肉不够 其实很早以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那时候刚开始是对那个竞技运动有兴趣 所以去读这个肌力体能训练 就是广泛的称就训练科学 那时候其实最喜欢的研究的议题 还是跟运动竞赛有关 可是呢那时候有一门课 很重的课很累的课 叫特殊族群 然后特殊族群其实里面就在研究说 训练如何可以协助各种慢性病 或者是失能 或者是说这个退化的这种人 那当然也有好的像怀孕也是 这时候属于特殊族群 那这些呢这个课呢 当时学了很痛苦很累 因为念很多书 可是当时就开始体认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运动科学发展到今天 其实他可以帮的人 绝对不只有竞技运动员 而且后来想一想 其实竞技运动 你再做就想要突破 最后零点几秒的那个极限 但是呢有广大的群众 他是完全没有做过训练 所以他是距离他的潜能非常远的 这一些人其实可以从运动 得到最多的好处 那时候就开始思考说 其实呢像我开始读训练科学 都才知道说 其实一般很多运动的认知 其实是有问题的 包括说轻松愉快的养生运动 包括说什么 有一些他是好的 可是他是偏食的 例如说做了很多的伸展 做了很多的心肺 这些都很好 但他偏食 他忽略掉激励的重要性 那时候才猛然发觉到说 其实我爸妈那些年纪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他们的年纪也不小 已经退休了 然后呢他们主要的运动方式 其实就是去公园 跟这个邻居一起运动 这样子甩甩手散散步 然后呢或者是 就更早之前 年轻的时候还是有跑步 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心肺啦 或者说这些伸展度 这些其实都有顾到 可是问题是说呢 他仍然没有办法 抵挡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力量在退化 那所以等到我回国的时候呢 刚回国我是在大学教书 那在文化大学体育系教书 然后那时候 其实就已经不断的跟他们说 说其实你除了这种运动之外 你还要增加肌力训练 那其实最初的时候 其实跟所有的人都一样 大家会觉得说 运动就是运动 所以运动我就选一种 我喜欢的做不行吗 我又不是没运动 对 那不过呢 我们现在知道说运动 它有很高的剂量反应关系 就跟它跟药物一样 就是什么样的药质 什么样的病 它是很精确的 那你觉得说你父母 你跟他说 必须要做什么 是你有夸的什么 就是当他们开始 这个上下楼梯 会觉得有一点吃力 或者是说呢 像这个我爸在签机车 他说那机车 现在都不想把它立起来 都把它架斜的 为什么呢 因为立起来再推会比较重 扭起来 把他踩好 对 比中柱 是要处理器 能省力就省力 所以就加斜了就好 这样稍微把他踩一下就好了 对 所以他就开始说 其实这个力量 我自己感觉到 这很明显是 力量不足开始影响日常生活 那这种呢 其实要 发现这种征兆要赶快 因为呢 这个是陡坡 你就是30岁到60岁 大概是一个缓坡 就是你慢慢退化 你知道自己在变老了 没有办法像年轻人一样什么 这大家会知道 但不会有什么警觉 可是60岁以上 70岁以上 那个是陡坡 也就是他这个月跟下个月 跟半年后跟一年后 那个差别会非常快 那个是在改变 对 主要是 我们说我们就比较劲 60岁以后就比较劲 但事实上哪个科学 说是肌肉在流失吗 还是怎么样 它是两个层次 这是恶性循环 一个是肌肉自然流失 本来就会 那如果不做任何事情 又不去训练的话 流失会非常非常明显 那第二个是呢 流失的过程中 你会自动的减低活动量 就是你平常 你平常去设断部 可能五公里不会累 可是呢你会走了两公里 就开始累 你就会休息 所以说呢 其实同步的 就是你减少活动量 那减少活动量 就更流失 更流失就再减少活动量 这是恶性循环 所以才会开始加速 我觉得我有点被讲到了 这是通病 这是绝大多数量 我们如果比较多 比较容易累累 以前游泳 游个12001500 现在觉得说 1000就已经撩不起了 比较容易放过自己 因为你的身体 也是有一点在 给你威威的暗示 所以有些人就说 那我是不是把他原来的活动量 把他坚持下去就有用了 那个时候不一定有用了 为什么呢 因为流失已经开始 所以你去坚持的时候 其实在勉强做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现在比较需要的是 你要做一些那种 可以提升肌肉量 可以提升骨密度 可以提升力量的东西 所以这就牵扯到运动科学了 反反复复的执行 你现有的能力 他其实不会提升任何东西 但是如果肌肉 骨质和神经系统的功能 这三个老化 最常退化的东西 要往上提升 其实运动科学 几十年就已经发现 他对压力起反应 所以重量训练 其实对身体施加压力 激发你的身体向上适应 去长壮 去变强 而这个反应 到过去几年前 大概十年 我们才确定 就是不分年龄都有反应 所以你说这个压力 不是我们说 我现在觉得压力很大一块 心理的压力 不是心理压力 不是那个模样 是真的给你一个压力 压在身上 让肌肉产生张力去对抗它 所以说你几公斤 你说你要压整公斤 对 那种直觉的压力 是这一种 尤其是 大肌群多关节 人体自然动作 有负重潜力的 这听起来有点复杂 大肌群多关节就是说 最好你全身一起用力 就像那个深蹲 硬举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最好是 那个 可以负大重量的 也就是说 它不是说 我现在做一个东西 假设我 举一个小水壶 然后呢 给自己做到酸 做到累 那个不是力量型的适应 那种是耐力 或甚至只是 基础代谢率方面的适应而已 然后再来就是 它有负重潜力 就是说这东西 加重是安全的 不是所有的动作 加重都安全 所以我们才在健身房 看到很多人自己乱做 然后后来就 还没有得到效果 先受伤 是因为那个动作 要做对 那在一款 自己的父母亲年纪 越来越大 那就说 自然的动作 本来应该抓起来 踩好跌 没有 现在这样 细细地放在地上 无形中 我们稍微看 全国边的父母亲 是大什么 他开始朝着省力的方向走 对 如果说我今天是 没有什么运动 我进去一个健身中心 我跟私人 我应该要怎么办 最简单的建议 当然就是要找专业 那因为呢 不是健身房里面 不是每一个东西 都对你有帮助 像例如说 你现在当前的问题 是肌肉骨质神经系统在退化 你如果骨质快要疏松了 肌肉量已经快积少症了 然后力量根本就很小 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说 你去跑步机跑很多啦 去脚踏车上面一直踩啦 其实它是一个好运动 可是它没有对症下药 这有点像是说呢 你高血压 结果去吃了 很好的 治疗脚痛的药这样子 它就完全无关 不管那个药再好 也不会有用 所以它针对问题来解决 就是要做对的重量训练 偏偏重量训练又有很多种 现在坊间 这是有一个历史背景 就是说 其实过去几十年 健身产业一直靠着 是用操作时尚流行的方式来获利 现在我就操纵时尚流行 我温动就通货 要什么时尚流行 就是标榜好身材啊 标榜那种流行感啊 或者标榜那种 大家一起在的这种气氛啊 这样子的话才有更多人参与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重点 你看最近这几年 做那种温动衣的 从登山到受水的潜水 那进步起来很fashion 因为运动产业 它很有获利的空间 但是它是操弄越多人 去投入某种运动越好 所以它不会管你说 现在这个运动 是不是对你最好 就有些人 它其实明明 它应该要去做好的肌力训练 强化它的膝盖 强化它的腰 可是呢 它却呢 跟朋友一起去 一直登山 一直走路 那结果呢 就在它不够强的情况下 又一直走那个 崎岖不平的路 结果反而更糟 所以呢 就说它现在这个运动 当成一种 我们讲运动处方 处方就是要对症下药 那所以其实我就说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找专业 因为自己要搞懂 到底现在面临什么状况 除非就是 去学体育 重新花时间 自己去读 那要不然的话呢 就是让专业的人 来带是最安全的 这个讲到 你跟健身房 想要运动 第一个 就有老师说 那我去找一个老师 那第一个都想要说 那会不会很贵 这方面的话 在看你在怎样的场馆 那其实像这个 大型连锁的话 他们其实有价格占 所以你要拿到 好的价格的话 就去谈 那这个小型的工作室的话 就看它建制的成本 还有他们对于这种业绩需求 不过一般来说 一堂课从几百块 到几千块是都有 那其实就要看 运动中心 有的钱出头口 对 数钱有比较贵到两千多块 对 两三千有的 对 那重点是在说 到底找教练的好处在哪里 找教练的好处的话 就是先厘清 因为教练首先 弱智合格的好的教练 第一个他不会去 他一定会先建议你 去做医疗筛检 先跟医生合作 然后他看得懂 那医生写出来的 这个诊断书里面 讲到跟运动相关的禁忌 和他要避开哪些问题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来运动的时候 尤其是因为觉得身体不好 才开始运动的人 通常都已经有某些 这个机能上的障碍 但这种有的是跟运动 是相冲突相禁忌的 比如说他有 有什么腰椎的问题 膝盖的问题 代谢的问题这些 所以如果先知道的话 他开课表的时候 可以避开问题 然后让他进步 第二个就是说 这教练会有最高的效率 把你教会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说他带着你玩 然后这边动 那边动 这样子 那当然了我们也知道说 业界的教练其实走向有很多 很多是时尚流行 就是很嗨 带你很拼很冲 但那种未必适合 这种为了挽救健康而运动的人 所以自己也要知道自己要什么 所以说其实现在我们当然也在努力 就告诉大家说 其实你先知道你需要做哪种训练 然后再去寻求说 有谁可以提供我这一种的训练 那就是你要的教练 那你说你今年才可以拿几百公斤 对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没有这么快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很勉强的在 终于被我说服来运动 那其实也蛮辛苦的 因为他们住台中 所以他每个礼拜就是 要来台北一趟 然后在我的训练中心 然后陪他们训练 刚开始其实都在处理一些 那种很基本的问题 那是他几回 从七十岁开始 那从七十岁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其实处理了 就光是动作能做出来就不错 但是呢 这个训练中老年人 有一个难处 就是说 以往的训练就是说 好假设你还不能蹲 我先慢慢教会 怎么蹲 还不能推 我慢慢教会 你怎么样把手举起来 这样子 这个耗一段时间 可是呢 要知道说中老年人在训练 尤其是高龄者 他那个 如果说你让他连续好几个礼拜 都只有做动作 没有上重量的话 他还是继续退化 我已经有上教练课 又是外号戏 很认真 还是要上重量 对 没错 徒手的 他只有 基本的体重的刺激 就是你在蹲的时候 其实那个压在腿上 重量就是你的身体而已 你的重量 你多重就是多重 持续的练习 一阵子之后呢 你会发现说 你的腿肌进步了 那进步了以后呢 你会发现说 他很轻松嘛 当他开始变轻松的时候 就该再增加强度了 因为呢 身体要持续向上适应嘛 我说要找一个 可以提升你原有 原来没有的肌力的训练 那这个一定要持续 一直往上提升 你才会长出 你原来没有的东西 不管是力量方面 或是肌肉量方面 这都是原本没有的 那你要激发身体 去长出原本没有的能力 一定要超负荷 而这个超负荷呢 就很困难了 为什么 因为超负荷一定有风险 所以呢 要怎么样让他练到 非常非常低风险呢 其实现在做得到 就是循序渐进的课表 所以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做那个 像我们有一个 很常做的东西 握把式向上蹲 手扶着蹲矩架上面 装好的握把 重量扣在肩膀上 我们用那所谓的长寿杠 那种SSB 然后呢 让他去坐在一个 大概跟他坐下去 大概大腿成水平线的 一个小椅子上面 可以负重的椅子 从这个坐姿 扶着东西 试着站起来 在肩膀上放重量 那刚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就放那只空杠 三十公斤 但是呢 就循序渐慢慢加 慢慢加 在完全安全 但是有那么一点点 吃力的情况下 状况好就加一些 状况不好就维持 这样一路加上来 等于是说呢 他在有辅助的情况下 可以对抗肩膀上 有一百多公斤 他人可以从坐姿站起来 也就是说 这个能 你说这种能力 我们什么时候在家里 会从椅子上站起来 还拿一百多公斤 不会 但是因为这个过程 压力对身体产生的刺激 所以他身体觉得说 我规律性的 要对抗这么重的外力 所以我需要什么呢 我需要肌肉量要提高 我需要神经系统 要提升能力 我需要骨头要强壮一点 所以等于是对身体 施语一些输入一些讯号 告诉你说 该往哪个方向生长 那其实呢 以前人会认为说 老年人没有训练的这个空间 实际上超有的 也就是说 从本来很轻 变很重是可以的 所以像你爸爸妈妈说 七十回嘛 对 其实这个 这个也是对我有点刺激 因为我们会觉得说 老人家 嗯 他有的也比较怕 比较保守 对 说很怕受伤啊 他很久的啊 那你说慢慢来 由空降到上百公斤 对 你说这样差不多两三年 对 其实上百公斤 没有那么久才达到 上百公斤其实大概 一年多两年 大概就做到了 对 那他可以负重吗 越后面是越难进步了 嗯 其实跟运动员一样 对 初起初学的时候 进步最快 对 那夜线挖改变在哪里 他们基本上就是觉得说 第一个是有力量 嗯 然后呢 可以站得比较直 比较挺 然后比较不会累 然后再来就是说呢 活力变得很好 因为以前 就像爬楼梯都累了嘛 嗯 但是后来发现说呢 哎 就上下楼梯很轻松 嗯 然后呢 就就 习惯就是 就擦擦摸摸吧 这样你弄很干净啊 这样愉快 这样住得很舒服 然后再来就是说 可以出去玩 嗯 他们出去玩是有体力的 然后出去逛街 可以逛很久 那其实很多 同龄的人啊 他们其实 可能这个阶段呢 其实没有这种体力的 嗯 然后 而且呢 有一些是 基本上行动还是有点困难 就会变成说 很喜欢坐着或躺着 这样子 对 喜欢坐着跟躺着 你现在生活不可能 上班也不可能不坐 回去不可能不倒 对 不过坐跟躺太久 是不好嘛 对 没错 其实以前那个 很多人说 呃 医生说我的膝盖不好 所以呢 我不要乱动 嗯 其实不要以为 静太 静下来比移动 安全 嗯 其实静下来 有很多代谢 和这个关节活动度的问题 会慢慢爬上来 嗯 尤其说代谢 代谢性降低 代谢方面的这种疾病 可能几率还是升高 嗯 所以做事生活 跟很多慢性病 是相关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呢 你的关节活动度呢 将直 静止在某个特定角度太久 就变成说呢 你实际上要去扭转这个 呃 积息 难返 你要去扭转这个状况 还是要花点功夫 嗯 所以规律的做运动 规律的训练是很必要的 好 现在呢 我们在访问的是这个 何立安教授 他其实也是教练 从我们到中学 我们是大家老师 嗯 重点是有婚人 爸爸妈妈 这个从真的老人家开始 你开始比较没体力嘛 你会合理化 说我比较多年 我比较多年 我比较多年 甚至有的医生 也会建议说 啊老人家 还是 还是不要 不要太挑战啦 那像你自己 觉得你 七位学生里面 最多年 几岁 我们这边有到八十多岁 对 八十多岁 然后 呃 会来训练是因为 嗯 呃 快要 走路快要有困难了 好 所以要服那个助行器 然后呢会 所以呢 你走路开始有困难的时候 是一个很重要的门槛 因为 如果连走路都吃力 嗯 他一定会自然而然的开始 大量的减低走路的机会 所以就一直坐着 对 那当然也是子女关心啦 然后呢 就来询问 然后我们就给他一些 一些这个 呃协助 然后呢 开始做完医疗检查 开始做完什么东西 评估他的状况之后 开始把他设计课程 嗯 那其实刚开始一直练习 从做到站的力量 嗯 还有举手啦 抬脚啦 这些能力 嗯 然后呢 逐步的 从动作开始会 就还逐步加重量训练 所以重量一直慢慢加上去以后呢 其实他开始可以站起来了 嗯 也就是说他先先让他拿回可以自由行动的能力 这样那个生活形态才不会兵败如山倒 嗯 而且其实我这边可以补充一个东西就是说 很多人说 诶 其实我平常有一直不断在走路啊 嗯 所以我每天都有走路 我怎么会失去走路的能力 我有走一万步啊 对 嗯 其实呢 首先要先讲啊 走路非常支持 日行万步的习惯非常棒 嗯 问题是他在执行你现有的能力 很多人都说他是运动到他突然倒下的那一天 例如说他摔了一跤 嗯 然后可能骨折 然后那个时候才停下来 就一停下来 接下来才几个月身体变得很差 嗯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其实走路没有让你提升能力 你该倒还是会倒下来 嗯 现在说走路要维持 因为呢 永远 远远好过你去静态生活 嗯 所以呢 走路是一个远离静态生活的方法 但是你还是有另外一个 提升肌肉骨质神经系统的方法 嗯 而那个没有办法用轻松愉快的活动达到 一定要加压力 来 真的哦 运动有两部分 嗯 这应该是防 防臂啊 他说走路 你很乱走 一直走 那这个很好 这是基本盘嘛 对 可是他没有办法 办法再给我们增加 对 可是重量训练可以让我们肌肉不要流失 对 我也有一个时代 他很厉害 所以有次我刚才去北山 他也刚才很厉害 对 可是他没有办法爬耶 对 爬没法走 他才会走 没法爬 走路可以 对 因为爬要一点激励 没错 没错 所以后来我发现说 这个肌肉训练确实是蛮重要的 对 像肌肉卡几个月就开始流失 其实哦 巅峰大概在二三十岁 对 没错 就是说自然的巅峰 没有训练的话 嗯 有训练的话 其实巅峰可以拉到四五十岁去 嗯 但没有训练的人 通常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有这印象 就是你回想 就成年人啊 不要问那个高中生 就你回想你体力最好是什么时候 大家说的可能都是什么大学时代 嗯 其实二十几岁 对啊 有在运动 有稍微有运动 没有肌力训练 但是他喜欢跑跑跳跳那些人 可能会觉得说 哎 我那二十五岁三十岁都还活力还不错 之后来开始觉得 哦 开始觉得累了 所以三十岁大概是一个自然的上限 嗯 但是呢 那个肌肉接下来就开始一直流失了 嗯 那各种的运动 虽然那都是好的 嗯 问题是他跟肌力训练属性很不一样 他没有一直逐步的再加压力 嗯 嗯 那所以说这其实是有一个公共卫生上面的典范转移 就是旧的典范 过去大家在研究什么 大家都在研究说 哦 现在的这个人类主要的死因呢 已经从这个 呃 意外伤亡啦 转变成呃 这个呃 传染病啦 后来又转变成慢性病 所以我们活在慢性病为主要死因的时代 嗯 那慢性病呢 他们当时归因就是跟静态生活有关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动一动 嗯 那这个模型基本上是成功的 也就是寿命 人类寿命真的整体延长了 对 问题是延长的品质是很糟的 也就是说你延长的时候是越来越失能的 嗯 再配合医疗的进步 其实很多人倒下去之后还活了很多年 嗯 可是实际上呢 那个不是大家想要的幸福的老年生活 大家想要的是还有活力 长寿 更要能动 而能动不能靠轻松动 你要长得出你以前长不出来的肌肉量 好 我们今天也谢谢 这怪兽训练的创办人恒立安 何老师 谢谢 谢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